哈囉 大家好 我是鹿獎 現在我要準備文章的情人節禮物 雖然大家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應該情人節已經過了 我最近看到新聞說 在新宿的高島屋 他們有一款自動販賣機 那那個自動販賣機呢 除了可以買花之外 還可以買一個熊熊造型的巧克力 那我就覺得很有趣 所以想要帶大家去看一下 好像是蠻有名的品牌吧 而且是只有今年情人節期間限定的喔 它說是有數量限制 所以如果賣完的話呢 那我就在新宿高島屋買其他東西去寄給文章 它如果有的話呢 就把那個熊熊寄給文章這樣 因為這個自動販賣機 現在在日本的女生之間還蠻有人氣 然後話題性也很高 所以就非常期待 不知道它長怎樣 帶大家去看一下 我看網站說 是在新宿高島屋的二樓JR口 就是這個品牌 Kakao Sambakatsu的 可以買到六種巧克力種類的自動販賣機 那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然後現在新宿高島屋這裡 還有高級玫瑰專門店 他們在這裡有快閃電 那是到2月16號 他們的玫瑰超漂亮的 我覺得影片好像知道不出來 可是本人看真的非常的漂亮 情人節真是美好的節日 我們找到了 就是這個自動販賣機 那現在是說呢 這個自動販賣機現在在維修 有種型稍等一下 那稍等一下時候呢 我現在來帶大家看一下 他們賣了六種種類的巧克力 首先這個是我最想要的 巧克力熊熊 這個一個是2900日元 然後這個白巧克力的包裝 就是1600日元 這黑巧克力的包裝 這個也是1600日元 然後還有一般的黑巧克力 跟其他等口味的巧克力 這個的話呢 是370日元 那這整個六個種類之中呢 最有看點 最有話題性的 當然就是這個 熊熊巧克力 我只是要買這個給文章 好可愛喔 那剛才我先去吃飯 現在回來了 他們已經修好了 所以就可以買 那我來買買看 然後他這裡有寫 怎麼用這個販賣機的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選 我們要買的商品 第二個步驟呢 是在右邊的 這個付錢 尼幫口的錢 第三個呢 是拿商品 第四個呢 就是拿發票跟找錢 那我來買買看 首先呢 畫面有個STAR 按下去 然後教我們怎麼使用 然後選商品 那剛才呢 有跟大家介紹過 總共有這六種商品 我要買一個文章呢 是這個熊熊 然後這裡有熊熊的介紹 說裡面有可可成分 40的牛奶巧克力 然後在旁邊投錢 立方投錢 現在我投錢 現在我投錢是2900日元 我投多少錢進去呢 他這個畫面會馬上顯示 我投多少錢 然後我投了3000日元 就購入 哇 他現在幫我拿商品 那我現在要拿商品喔 他這個還是冷的 上面有寫他們的葡萄桌的 然後拿早錢 好那這個呢 就是我剛才用自動販賣機 買的熊熊巧克力 那因為這樣子 直接送給文章的話 看起來有一點土土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還是把這個袋子拆開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那個巧克力長怎樣 這樣文章收到的時候 應該也會 一看到就知道 這是一個熊熊巧克力 然後旁邊這裡呢 也有用膠帶把它封起來 那我先把它拆開看看 他們包這樣子 真的看不到裡面是什麼 所以想說把它拆開 這個還蠻貼心的 一拿到的時候 這是冷藏的 哇 啊 啊 那樣是怎樣的呢 它是 一個小袋子耶 哇好可愛喔 可是還是把那個熊熊拿出來 我覺得會比較好 給大家看囉 奶奶 啊 好可愛喔 啊 這個熊熊超可愛的 文章感覺會很喜歡 他最喜歡這種就是可愛的小東西 然後他們後面呢 這邊有寫賞味期限 說明資點 是到2021年的4月30號 哇超可愛的 好精緻喔 這個2900日圓 這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不知道文章收到之後會不會很高興 哈哈哈 希望讓文章即使一個人在X的時候 看到這個都可以想起我 晚上下班很累的時候可以吃巧克力 好 我是文章 本日是 今天是 我今天是 我今天是 很期待的 很期待的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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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送我今天工作的工作 我沒有長寸修理嗎 我先將我拍拖一下 Ru-chan買了我 我朋友讓我喜愛吃 《small bear》 《立太》 這個可能就出了 《News》什麼樣子 《自販機》裡煲它 有什麼樣子 哇 哇 超可愛 意外に大きいね ちょっとね早めに来てたんで 冷蔵庫に入れてたんで まぁちょっとカチカチなんですけど 食べ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どこから食べようかな 中にハートがあるのもまた可愛い ありがとうるーちゃん じゃあまず耳から食べます 甘すぎずって感じの 美味しいチョコレートだ こういうキャラクターのやつって 正直美味しい思いして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これは美味しいですよね 多分有名なところだよねこれね 本当に美味しいです ありがとうるーちゃん いつもるーちゃんねバレンタインデーにはチョコをくれて 最近は結構 手作りが多かったんですよ なんか今回もちょっと手作りを期待してたんですけど まぁ まさかね自販機で買える話題の チョコレート買ってきてくれて 結構嬉しいですね いやなんかテレビとか見せて 本当に自販機で買えるんだと思って こっちの九州の方にはないんで これはすごい嬉しいですよね 東京の国権 うん いや 見知れない 見知れないくらいいくらいちょっと かわいそうなことになっちゃった そしたらねるーちゃんに電話して 感謝の気持ちを伝えたいと思います るーちゃん出るかな? ちょっと夜ね 仕事終わりなんで遅いんですけど 電話中? ありえない 何やってんの? まったくタイミングが悪いなーるーちゃんは あ、きたきた きたきた きたぞー もしもし るーちゃん届いたよ バレンタイン いいねー ありがとね かわいいクマさんが来たよ ハッピーバレンタイン ありがとう ゆっくり食べてね 感想また教えて ありがとねるーちゃん 食べた? 食べたよ 美味しい? なんか冷蔵庫入れてて めちゃめちゃ固くて 食べれなかった あんまり かわいいー まぁでも ちょっとね かじったけど美味しかったよ あ、よかった ちょっとまたね 温度上がって 溶けてから食べます うん かわいい バイバーイ バイバーイ はーい よし るーちゃんに感謝の気持ちも伝えたところで えー今回の動画は 終わろうと思います バイバイ 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 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 お祭り 気分で 行けばいい 今この時が大切だから